字幕志愿者 李財TV 理財TV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歡迎收看今天的理財TV 今天的時間點是6月28號禮拜五 下午的1點半 那當然今天的行情 這個成交量的部分比較小 那這行情整天都悶悶的 那當然現在目前為止 投資人可能會認為說 這個好像這個中美貿易戰 在禮拜六可能川普跟習大大 就會做成所謂的決議 所以說目前為止觀望的一個氣氛上面 他是比較濃厚 但是研導師必須要告訴投資人 如果是你想知道 這個台股7月份 有哪一些所謂的新的主流出現 今年下半年行情裡面 應該要注意到哪一些族群 哪一些股票的話 那當然研導師在這個禮拜六 6月29號禮拜六 早上的話在桃園 下午的話在台北 那舉行 舉辦兩場重要的一個演講會 那當然演講會的一個內容 大概就是兩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時間裡面 你要必須要提早 來做出一個預約 報名的一個動作的話 我們會在現場 幫大家準備所謂的講義 包含所謂的教材 那提供一個非常舒適的一個環境 來給大家怎麼樣 來研洗研導師 所獨創的一個所謂的開辦八法 包含多空陰陽線 來準確的來掌握到7月份的行情 跟今年下半年哪一些新的主流會出現 這是之前我們這個演講會的一個現場 相信這個人數是非常多 他們來到所謂的演講會的一個現場 都想知道說這個台股在未來 它的方向會怎麼走 未來會出現到哪一些的一個標股 所以說都積極的來參與 我們之前的一個演講會 我相信6月29號包含早上在桃園 下午在台北的兩場中央的演講會 現在很多人已經開始報名了 如果是你還沒有報名的話 你可以加入到我們的所謂的LINE的一個主流 成為演講師的一個好朋友 LINE的一個所謂的這個圖卡 我們來看一下 這LINE的圖卡記得 你可以直接用手機掃描的 直接用手機掃描 掃描成功之後你要記得 要註明說你要去參加 這個到底是早上桃園的 6月9號到底是早上桃園的 還是下午是台北的 那立即的可以用手機來對準 直接做出個掃描 那加入到演講師LINE之後 成為一個是好朋友的話 我相信這一場這個重要的演講會 你就會收到誰的邀請 直接點選就可以了 進去的話 直接做出一個報名 那當然演講師在演講會一個現場 大駕 那等候各位的一個大駕光臨 那今天當然在台股裡面 你要留意到 台股目前為止它的方向沒有改變 昨天大漲121點 今天只是 投資人現在所看到的亮縮整理 有所謂的觀望的一個氣息 如果說就有爺音老師用開盤八法來看的話 這個前天這三天的一個修正 前天這個大盤 進行所謂的三天的一個修正 昨天大漲121點 這個叫做三點高盤 三點高盤 代表未來的盤是它是比較弱 但是弱裡面它會透強 拉回的時候就是各位怎麼樣 最好買進的一個機會 因為目前為止盤面上面的主流 一些所謂的主流的一些標的 並沒有改變 我們看到第一檔股票叫3406的郁金光 郁金光在今天的股價裡面一樣創高 我說過這檔股票 你如果想買你300塊 今天你隨便賣 這股價已經來到400塊 會不會到500會不會到600 你就從今年下半年 你可以慢慢的開 這是第一檔 多方的指標股票 那另外一檔4968的利基 4968的利基 你看到它的時候可能在30塊 你看到它的時候可能在40塊 但是這檔股票沿路的大漲 到今天為止再創波段新高 也就是說這檔股票 就是顏老師之前跟各位講的 請各位打電話進來拿 請大家跟著顏老師一起動作 從5月份到6月份 我相信到7月份 可能還有機會講到他的 但是不希望各位去追 所有的股票都是低檔區去買 低檔區去布局 跟你講到所謂340的玉清光 也跟你講到所謂4968的利基 那我們再看一檔股票好不好 叫4943的康控 康控的股價在進行創新高以後 這個地方有稍微拉回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做 這個地方怎麼做 顏老師還會再做第三次的一個操作 但是我們不是帶各位去追 我們希望各位秉持一個原則 他叫做拉回找買點 拉回找買點 那今年下半年我們會琢磨在 所謂的5G概念股 那5G概念股的話 顏老師今天舉一檔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這檔股票好不好 他的代號叫做多少 2345 2345的智邦 智邦他作為5G的一個代表 他的血統非常純喔 所以說目前為止你看大盤在跌 大盤在修正也好 那這檔股票他卻怎麼樣 展現所謂的經濟漲的一個格局喔 昨天突破之後今天怎麼樣 持續上漲 所以說這個都是 目前為止今年下半年 你要去留意到的一些股票 當然你所謂的 蘋果概念股裡面85G的話 那最近比較強的 就是8086的宏捷科 這檔股票 我相信在任何拉回的時候 這檔股票你還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之前跟大家講到所謂3105的穩帽 穩帽這檔股票我之前帶著投資朋友去做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大賺 那未來的穩帽怎麼做 這個地方你不用去追了 我那股價已經漲上去的時候 你就不用去追了好不好 那7月份有新的股票 我們會在明天的一個時間點 6月29號 早上的話我們會在 早上的話我們會在桃園嘛 對不對 那下午的話我們會在台北 每一場演講會人都非常多啦 尤其是桃園 包含台北的一個投資長 非常的踴躍 那這一場重要的演講會 你一定要來 演老師誠摯的邀請你 你一定要來 因為今年下半年的行情 包含7月份會漲哪些股票 哪一支他是所謂的標股 投資本如果說你想要單股所單的 像這種演講會現場 演老師的你一定要來 那你還沒有加LINE的 演老師非常歡迎 你直接去做出個加LINE的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QR Code 平常沒有掃的都沒有關係 今天的QR Code你一定要掃 願意來到演老師 這個演講會現場的 你現在趕快的 進行所謂的QR Code的一個掃描 加入到我們的好朋友加LINE之後 直接在這個LINE裡面 直接做出一個報名 那請記得我們會在所謂的演講會現場 會送給各位一檔 7月份裡面的標王之王 這檔股票是屬於一個單股所單的 單股所單是免費送給你的 所以說免費的股票 我會在6月29號 這個桃園包含台北的一個演講會上 我們會送給你以外 我們還有備有一份 非常精緻的一個講義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積極的 來做出個參與 這個所謂的掃描QR Code 加LINE的動作 今天一定要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我相信我們大概6月29號 這一天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行所謂的見面 其實這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面 也要是會講解 非常多的一個技術分析的一個 領域的一個範圍 那完全的一個免費技術班的一個教學 我希望大家能夠多看多學 真的能夠了解到目前為止 台股他未來的一個走勢 這個人數都是非常多 所以說在7月份的行情裡面 千萬不要缺席 所以說嚴老師發出什麼 這個叫做多頭的一個所謂的召集令 你現在也許你還在懷疑說這個行情 到底有沒有 但是嚴老師斬丁截鐵的 我告訴你這行情絕對有 只是說你現在看起來 好像這個大盤的量說 這行情目前為止好像不是很好 目前為止的話量化寬鬆的一個結果 造成7月份的利率啊 可能是往下調的 貿易在目前為止 可能已經告了一個段落了 那短線上面不會有任何的所謂的 利空去衝擊到所謂的台股的同時 這個時候投資人就是各位賺大錢最好的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說6月29號的這一場演講會 早上的話在桃園 下午的話在所謂的台北 那這兩場重要的演講會 你可以選擇一場 自己認為方便的來到我們的現場 立即做出個加賴 參加我們6月29號 早上在桃園 下午在所謂的台北的兩場重要的演講會 演講師恭候各位的一個大家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我們明天見 拜拜